本节目已开通迷彩虎APP微信微博 敬请关注 大家好 欢迎收看第553期迷彩虎讲堂 我是你们忠实的战友虎牛飞飞 不同于以往 前代战机在面对次代战机的时候 尚有抗衡的余地 有的时候还可以以量取胜 而五代战机对于前代战机的优势 则可以用碾压来形容 来再多都是送人头 中美都进行过类似的使兵演练 结果皆为令人超目结舌的一边倒 而富裕五代战机这种排山倒海般优势的 便在于两项核心技术 分别是隐身和超音速训航 这两项指标是研制隐身战机必须要考虑的要素 它的定义皆奠定于美国分别于1971年立项 并于1977年首飞的F22 可惜在这两项核心指标上面 F22都没做到最佳 诚然F22的战斗力非常强大 这是全世界公认的事实 但是实际上 在其进入美国空军服役之前 却存在着一个比它更为强大的竞争对手 它就是YF-23 从外形上来看 这是一款造型异常前卫的战斗机 它的发动机舱位于机身背部 从下方是看不到 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红外线讯号特征 主翼采用了前后略40度角 且近似于菱形的中单翼型设计 尾翼则是V型尾翼的设计 基于一般的常规布局 以及激进的无尾布局之间 这种设计充分体现了 诺斯罗普麦道设计团队 对于下一代战机概念的理解 即突出强调全方位的隐身性 在这一点上 它强于设计相对保守的F22 隐身到底有多重要 有人曾这么评价过 战斗机隐身技术的文士 其意义不亚于当年的原子弹 至于超音速巡航 其实YF22和YF23差别并不大 基本都在2.2马赫 而目前的F22之所以刻意把速度限定在2马赫 是因为速度太快 会剥落掉其机身的隐身涂料 真正让二者在机动性能上拉开差距的 其实还是在于F22 那老生常弹的短腿这一老毛病上面 它的航程实在太短 不挂油箱只能飞1074公里 还是在不开超音速巡航的前提下 虽然这是其拿手好戏 能够保持1.6马赫的实用超巡速度 可惜那点内油只够它逍遥10分钟 也就是180公里的距离 之后呢 赶紧去找加油机奶一口吧 而YF23机身修长 机翼面积大 可以装载更多弹药和内油 后续改进也更方便 在这一点上 和中国歼20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歼20在刚面试时 有观点批评其机身太长 太笨重 活像个战斗轰炸机 但实际上 这反而可以减小歼20的超音速阻力 增强机动性能 而且歼20的长 只是相对于F22这种短腿选手 在和歼16同框的画面中 我们可以看到 实际上歼20还没歼16长呢 弹音结构更紧凑 内油和载弹量反而都更强大 歼20刚到东海 一整个F35中队竟连夜开溜 日本这次无奈说出实话 微信搜索米粉防雾 关注后回复实话 看看日本说了什么大实话 当然 歼20由于发动机还没到位 暂时还没法像达到F22那种变态的格斗力 然而 头盔瞄准距和大理轴角格斗弹 这俩技术的诞生 却弥补了这一差距 至于广为流传的所谓压抑布局影响隐身 从歼20挂载龙不透镜就说明 其隐身性能已经强大到 该考虑如何让自己人看到自己的程度了 试想一下 如果给美军第二次机会 想必 无论如何都会选择为F23吧 无奈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F22是吃了第一个探索者的亏 当初 它为了追求某些优势 而不得不早一些方面做出妥协 可如今 这些妥协却都因为技术进步而被一一弥补 可惜集体设计所造成的短腿 却是永远无法补偿的缺陷 向来以先进著称的美军 其实也有保守的一面 从F22之于YF23到F35之于X32皆有所体现 但中国歼20却是新时代中国航空人创新的集中体现 正如它的缔造者杨伟所言 我们既拿到了一型夸代新机 又提升了团队的设计和制造技术 最重要的是帮助中国踏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那么这个所谓的创新具体体现在什么方面呢 在歼20的整个研制过程当中 最具有创新性的 并不在于它融合了多少高大上的尖端技术 而在于研发体制上打破了暗部就班 仅局限于国企以及航空领域的传统模式 开放竞争 无论国企还是民企 无论是否涉足航空领域 只要有足够优秀的技术或者产品 只要能用得到就可以拿来竞标 这也就是近年来大力提倡的军民融合 据悉 有超过100加民企出现在了歼20的设备材料供应商之中 可能有些观众纳闷 民企能有啥技术啊 顶多就是些无关紧要的配件供给吧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事实上 就连歼20的核心要素 隐身性所仰赖的隐身涂料都来自于某名其职手 这种全新的超材料隐形包层内置技术 甚至比美国F22的隐身涂层还要先进15年 因此 歼20和YF23这种宽大集体所带来的大弹舱 多内游 长续航的设计 才是五代战机的真正标杆 最后 为大家推荐一款好玩的空战手游 游戏画面炫酷 简单易上手 特别是近距离狗斗精闲刺激 现代先进战机任你选择 请打开手机应用市场 搜索迷彩虎军事 下载我们的官方APP 在游戏中体验现代空战的爽快炫酷 下转发表了 下转发 大火照 电话 谢谢大家